咱们接着聊论语 前面的导论 我们讲了 论语的价值 和打开的方式 那今天呢 咱们就开始 讲论语的 正式内容 论语的成书和背景 包括孔子所在的 时代和生平 大家都很熟悉 我们就 不过多的介绍 那论语的结构呢 也很简单 一共有20篇 每一篇呢 都分成若干章 我们原则上 一次就讲一章 第一篇 是学儿 这个只是取得头一句了 两个字 没有太多的意义 这一篇呢 又有16章 咱们今天讲的是第一章 只有三句 只曰 学儿思习之 不亦悦孤 有朋之远方来 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愈 不亦君子乎 这三句话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第一句 学儿思习之 文艺乐乎 这句话初衷就学了 很多人都会觉得 这个意思太简单了 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学习使我快乐 这就当成了 嘴边的一句话 轻易的放过去 那应该如何的理解 这句话呢 三国时期的王术的解释 是 做学问的人 应该经常诵读温习 学业没有浪费 所以心里觉得愉快 在他看来 这句话讲的 就是读书的事情 到后来 南百朝时期的黄坎 各位研究论语 会经常和他打交道 他有不同的看法 他引用了 班固主编的 《白虎通义》 里面的这句话 学 觉也 悟也 接下来 他解释了 就是用先王的道义 来引导人们的 情感和性格 让他们觉悟 除恶向善 积累德行 成为君子 在他看来 学的侧重点 学的侧重点 是道德方面的 觉悟和修行 而不是掌握知识 和前面王宿的看法 也不一样 黄坎的这个说法 延续到了宋朝 到了宋朝 朱熹在四书章句提著 引用了 诚意的话说 凡是看论语和孟子两部书 必须要读很多遍 只细品味 把圣人的画 和你自己 密切的联系起来 不能只当成一句话 轻易的放过 要只能这样呢 只看这两本书 一辈子就不够用 这基本上就是 宋文理学的态度 光是读书 嘴巴说说 没有用 要落实到自己 日常的行为上在行 所以宋西对这句话的理解 比黄坎的解读 又往前跨了一道 他认为 学的意思 就是模仿 效仿 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 而觉悟有先有后 后边觉悟的人 必须要效仿 之前觉悟的人的行为 才可以明白 善良的道理 回到最初的本性 把黄坎的思想上的觉悟 延伸到了行动上的效法 这是宋明理学 进步的地方 那么后世我们看到的 张居正 包括全幕 都认同了 朱熹的说法 但是明末清楚的 毛麒麟 在世俗改错 这本书里面 又对朱熹的观点 表示怀疑 他引用了 汉朝贾义 新书里提到的 失传的礼记的部分 有这么一句话 小学业小道 大学业大道 什么意思呢 就是礼记中认为 所谓的学 分为小学 和大学 不是我们今天说的 小学生的大学生 这个 这里是说 小的学习 服务于具体的知识 和技术应用 比如学习礼仪 诗歌 售件 驾车 都是具体的知识 技术的应用 大的学习 服务于大的事业 那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大学 所以学而实习 知的这个学 指的其实就是大学 那什么是大学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子于智商 格物 自知 诚意正信 修身 其家 治国 品天下 三纲八木 就是大学 关于这个学者 还有个故事 百宋 宣和庚子年间 两个学生 一起去参加 礼部近视的考试 年纪大的 被选中 年纪小的 没被选中 这个年纪大了 就鼓励他说 你这么年轻 失败一次 没啥大不了 回去好好读书 就行了 年纪小的 还是不开心 这个年纪大了 就接着开导说 你经常读论语吧 对方回答 三尺小童都读 何必还来问我 这个年纪大了 就笑了 既然你读论语 那来说说看 学而实习之 学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 就把对方问住了 可见大部分人 都是放放而读 没有深入思考 然后这个年纪大了 就慢慢的解释说 这里所谓的学 不是指记忆 提问 背诵 口才 写作 这些东西 而是要学习 圣人的思想 和行为 既然是这样 就没有拿起 和放下的说法 出入起居 是学 吃喝游玩 也是学 只要活着 无论病痛 甚至临死的时候 都是学 一个人必须得知道 论语里说的 造次必于事 颠沛必于事 利则见其 参与前也 赞予则见 其以于横也 这两句话 才可以向圣人学习 这个年纪小 听完这番话 马上有所领悟 这个故事 记载在明朝 焦洪撰写的 焦士笔城里面 后边这两句话 也是伦理的句子 大致上的意思呢 就是时时刻刻 都要以圣人的标准 来要求自己 从这个故事 我们就能够明白 这个学 不是读书写字 学知识 而是做修养的功夫 这些各家的解读 并不是掉熟带 不是恐于几回字的 这种写法 它都是有思想价值 和现实意义的 这个学字 我们讲了 大约十分钟 要是每个字 都这么讲啊 那总部论语 不知道 要讲到什么时候 但这里 我们还是应该 讲得细致一点 要开宗明义 同样是读论语 从一开始的 这一个学字 就立刻分出高相 回到这句话 理解了学的丰富内涵 后边呢 又好懂 实习 各家有不同的说法 黄坎的说法呢 是按时间来学习 并且说明了 人的一生当中 儿童时期 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 该学什么 一年当中 春夏秋冬 分别该学什么 一天当中 哪个时辰该学什么 都有说明 按照这个来 温习 练习 叫做实习 到了朱熹这里 实习变成了 每时每刻都在温习 一直到了近现代 杨伯俊的论语义 同意朱熹的说法 前幕的论语心结 还有大家熟悉的 南淮景先生的 论语别才 采用的是黄坎的意见 但在我们看来 按照黄坎的说法 那就不是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 应该是每时每刻都要注意 初入起居都是学 所以我们应该采用朱熹的意见 那最终应该这样来解释 学而实习之不易悦乎 时时刻刻研究和实行 大学的道理 不是很喜悦吗 这个月是同假字 这些文言文基础的东西 时间关系 我们不多讲解释 为什么 学习使我快乐会成为一个梗 因为大部分人觉得 学习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这种体验上的落差 为调侃提供了空间 背公式 斯拉提 练听力 很辛苦 对吧 况且这孩子是小学 大学更辛苦了 一方面 悟道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明思苦想都不一定有结果 如来所谓佛法者 既非佛法 世民佛法 什么意思 头发掉光了都想不明白 一方面 还要严格的去身体力行 需要强大的自律和自制力 很多人连坚持早起都很困难 一个小时不碰手机都很困难 何况是实行大道 要严格的约束自己 那更是痛苦的不得了 其实 这里说的喜悦 就是佛学所谓的法喜充满 我们读佛经 在末尾的部分呢 经常看到 欢喜奉行 这样的字眼 这就是得到以后 发自内心的一种喜悦 恍然大悟 茅塞顿开的感觉 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但是一旦获得了这种 发喜充满的感觉 那种喜悦的程度 是人生最高级的享受 比如说坐禅 一个人哭坐很长的时间 腿也盘不住 腰也打不直 心里杂念充满 很痛苦吧 一旦进入了最初级的 初成定 那不得了 那种身心自在 发喜充满的感觉 会让你受益终生 各位 如果你要想成为 更高层次的人 就要能够体会得到 这种喜悦 就要去追求这种喜悦 这就是学而实习之 不亦悦乎的 深刻痕连 好 下来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有很多考证指出啊 这句话原来的第一个字 是友好的有 或者就是朋友自远方来 在古代 朋和有是分开的 东汉的正学说 同门约朋 同志约友 就是说 同一个师门毕业的 叫做朋 所以我们看历史 朋党 大多数就是 同一个师门出来的这一帮人 友的范围就广得多 凡是志向相同的 都可以称为友 比如师经理的 因其名义 求其友生 同门不同志 同志不同门的都有 所以在古代 所以在古代是分开来讲的 要注意这种 人际关系的区分 方 在古代有 一同的意思 比如周易 笔挂的挂的挂词 不明方来 后夫凶 很多人呢 把这里的远方 点成一个词 是不对的 所以原文应该是 有和朋友 一起过来 不过个人觉得 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 不做区分 或者直接说 现代意义的朋友 都是可以的 不妨碍 总句的意思 不用深入区域辨别 但是有些人说 友朋 说的只是同学 不包括其他人 这个理解就狭隘了 所以这句话是说 朋友们 从远处一起 到我这里来 不也是快乐的吗 各位 认不认同这句话 有很多人认为 《论语》是很虚伪的一本书 满口的人意道德 但是讲人意道德不好吗 讲人意道德 就一定是虚伪吗 来看这句话 有人就觉得虚伪 那些朋友 跑去你家里去住 你要拿好烟好茶招待 还要好酒好肉伺候 房子不大的话 可能还要 睡同一个房间 口臭汗臭脚臭胡臭 耐着三天五天还不想走 讨厌的要命 论语还说很快乐 这还不是虚伪 是不是这样子的呢 我们来看前人是怎么说的 三国时期的乔州说 在内心深处的叫喜悦 表现在外的 是快乐 把乐和乐做了一个区分 黄坎说 君子因为和朋友研讨学习的时候啊 讲得很好 所以在千里之外 都有感应 远处的人都来了 何况是身边的人呢 大家志同道合 为了共同的理想而欢欣 是因为这个而快乐 王夫之同意他的这个观点 而且进一步解释说 研讨学习的时候 志向和趣味 互相指引 而进一步成长 互相扶持的时候呢 各自的气质和抱负 互为助力 而进一步得到勉励 这就是在道义之中 互相感应 因为有了彼此的信任 得到了安乐的 欢心舒畅的感情 认为可以教学乡长 互相勉励 清朝的刘逢路 也引用了《易经》 戏史上的句子 作为旁证 成疑认为呢 君子美好的品德 影响了很多人 所以人们都信任他 追随他 这就值得高兴 张基正认为 这句说的是 志同道合的人来求教 有人可以继承这个道统 所以值得欣慰 值得高兴 终合历代 明家的解读 我们抛弃一些 细致末节的分歧 比如 是彭 是有 还是弟子 是研讨 还是传授 都无关紧要 紧要的是 这句话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君子如何经营人脉 大家都觉得人脉很重要 都觉得 要提高自己社交圈子的质量 但不知道具体怎么下手 有很多人看起来 社交能力很强 在酒桌上呼风唤雨 夏至饭腹走足 上至四大腹 没有他不认识的 实际上深入接触以后 你才发现 他的社交圈子质量并不高 很多他所谓过命的兄弟 只不过是泛泛的一面之交而已 看着热闹 其实真有什么事情 没有多少人愿意帮你吧 论语明确地告诉我们 学而实习之 积累君子的品德 影响力自然就扩大出去 受到你道德和自相的感召 永朋自远方来 和你切磋也好 求教也好 这帮人和你是自同道合的 他们才是你未来事业 真正的助力 得道多助 师道管助 但要看是什么道 是网道 还是霸道 这个世界大致上有三种力量 驱动人的行为 一种是武力 包括一切来自外部的威胁和压力 比如说车贷房贷一切贷 属于武力 一种是利益 你为什么上班 为什么做生意 有收入 有利益 另一种是道德 你为什么去照顾年老的父母 为什么去看望生病的老师 是道德的驱动 霸道 侧重于武力 王道 侧重于利益 和道德 但是武力和利益 都属于外部的驱动 只有道德驱动 是属于内驱动 你要提升自己 全职的质量 就意味着 要经常和 比你社会地位高的人交往 你对他们 能不能产生 威胁和压力 有没有利益上的交集 都不容易吧 唯一有点可能的 就是道德驱动 而且道德驱动 是内驱力 越是层次高的人 他的道德驱动力就越大 比起酒桌上的那帮兄弟 靠谱多了 但是做管理呢 要多考虑利益驱动 因为并不是每个员工 都是同道中人 初期的创业伙伴 可以基于共同的理想 不顾战士的利益 但是你要带团队 带队伍 没有利益驱动 还是不行 所以现在我们再来看论语 他的内圣外网 是这样打通起来的 你还觉得他虚伪吗 有那么多人和你自同道合 抛开人脉 这个功力性的目标 不谈 永鹏自远翻来 是你自己的修行成果的 一个验证和反馈 你可以和这些人互相切磋 勉励 帮助自己进一步的成长 这是真正值得快乐的事情 至于我们前面说的那些烦恼 和成长的快乐对比起来 那就是鸡毛算品 已经不重要了 所以如果 有朋自远翻来 你不快乐 觉得麻烦 那是因为吸引他们来的 不是你美好的品德 而是你美好的韭菜 假如真的是志同道合的 口臭汗臭脚臭都不是关键 关键是你们是不是能臭味相投 对吧 易经有句话说 恶人同心 其利断金 同心之言 其臭如蓝 就是说 那个味道就像蓝花一样 不过其臭如蓝的 这个臭是味道的意思 不要理解成是那些臭味 所以 有朋自远翻来 不亦乐乎 有三成含义 第一 是说明修行有臭 第二 是切磋相长 第三 是无德不孤 有志同道合的人相助 大家 加个微信 拿个群 将来城市的根基就在这儿 君子以德 行王道 从这三个城市来看 都是值得高兴的 我们要从这些层次 去看待朋友 不要从一般人的 酒肉招待 去看这个事情 接下来 人不知而不孕 不亦君子路 看各家住戒 何彦说 孕 就是愤怒 一般人有不理解君子的地方 君子 也不会愤怒 黄坎说 古人在自己身上下功夫 已经得到了先王之道 隐藏美好的品质 隐藏自己的内心 其他人 看不见 不知道 我也不会愤怒 又说 君子 容易与人相处 不要求其他人 完美无缺 所以在 教诲别人的时候 如果有人 悟性差一些 不能领会理解的 要原谅他 不要发火 诚疑说 虽然自己的美德 能影响到别人 是很快乐的事情 但如果别人没有领悟到 正确的含义 也不会烦闷 才是所谓的君子 主席在这个基础上说 以道德影响到别人 是顺利和容易的 不理解而不愤怒 是违反人性和困难的 所以只有道德修养 到了一定的程度 才能做到 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程度 效仿的对象要正确 实践的经验要丰富 获得喜悦的体会 要深刻 他要不断地进步才行 也就是说 如果学习和修行不够深入 没有这种自信和豁达 是不能真正地 做到这一点的 然后他又进一步解释说 我们刚刚学习修行 最初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让别人理解这些道理 这以后呢 也就是真的不要求别人能理解罢了 但如果不是锻炼得很成熟 心里当然就还是会有些活动 到了这个时候 才真的能谈得上 人不知而不愈 愈不是大怒 心里稍微有一点点不平衡 的意思 就是运 修炼的功夫不够深厚 就根本做不到 张居正认为 君子是道德修养成型的人 自己的美德能够影响到别人 当然值得高兴 但是只要有部分人不理解自己 就不高兴了 这就有喜欢民生的嫌疑 品德不够完善 还不能成为君子 民众后期 泰州学派的楼鲁房说 越学越喜悦 怎么会满足 越娇越快乐 怎么会疲倦 别人不理解自己 也不愤怒 正是因为这样的不满足 不疲倦 清朝的教寻 在他的《论语部书》里认为 人不知 说的是别人 自己不理解道义 不是不了解自己 人总有自己不知道 别人知道的 如果我知道 而别人不知道 因此恼怒 这是骄傲 别人知道 而我不知道 因此恼怒 这是嫉妒 君子不骄傲 不嫉妒 心中悠然自得 所以才成为君子 毛麒麟说 这个不知有两种意思 一个是不知道 怎么学习修行 一个是不理解我这个人 现在的人只知道 后边的这个意思 其实前边的这个意思 才是主要的 因为这一章 讲的主要是 学习修行 这句话 应该要符合 这个主题才对 钱穆在 《论语心结》里面认为 学而实习之 是学习修行的 开始阶段 孔子十五 有志于学 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然后呢 到了三十而立 就是第二个阶段 有朋自远方来 这个时候是 要和别人切磋交流的 不能轻易地说 别人不理解我的观点 因为学问和品德 都还需要进步 没有达到最高境界 直到孔子 五十岁之天命以后 学问品德 造语很深了 才能说 人不知而不运 功夫还浅的时候 不能说这个话 这么多家的见解 按照我们的体会 朱熹的观点 是最精妙到位 但是其他人的观点 也有参考 和借鉴的价值 我个人不同意 毛起林把这个不知 分成两种的说法 因为其实 人不知我而不运 也是学的一部分 全目 根据孔子一生的经历 把这三句话 总结成 学习修行的三个阶段 也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虽然我个人觉得 这样的归纳 丢掉了原文 很多丰富的含义 但是能给我们 不少的启发 综合以上各家的解读 这句话 应该那么说 有人不明白我的道义 我不恼目 不也是个君子吗 这一点 说起来容易 要做到真的很难 我们平时开会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一说话 就马上找到攻击 甚至说的 就是一些常识 也会有人 坚决反对 我自己的心生经历 新公司找财务 我说要有一个 出纳一个会计 马上有人反对 一个人就能做了 找两个人干嘛 其实有时候都无关对错 只要是你这个人说话 他就无条件的反对 这个人还是个董事长 只要我一开口 他就习惯性的说 不 会看成这样 你运不运 当面不拍桌子 事后发点牢骚 也是人之常情吗 不 朱熹说 但凡有点心理不平衡 都说明你修炼不到家 你发点牢骚不要紧 下次还是开会 董事长还是问你意见 你明知道 一开口 他就给你怼回来 你还说不说 但凡心里有一点点的运 你就不乐意开口了 但是理性告诉我们 该说的还是要说 事情重大 不能因为个人的情绪 影响大局 所以很多时候 明知道挨骂 为了拳击着想 也要梗着脖子硬顶 以后你遇到这样的下属 要懂得真心 这才是真正的君子 反过来 如果你作为领导者 不能容忍之短 骄傲 或者不能容忍之长 嫉妒 这两方面都要注意 谁有点不同意见 你就想方设法 挖坑整他 其他人就会觉得 你这个人没有容忍之量 品德方面还是 是有欠缺 受不上君子 原先对你的信任会产生动摇 也不会像以前 那么坚定的追随你 久而久之 你就失去了 应有的领导力 这是我们在实践当中 以外王的角度 来解释 除了我们 应该还没有人 跟你这么讲论语的 好 三句话 我们都讲解完了 其实还有很多 没有展开 没关系 后面的章节 我们还会有机会 把孔子的智慧 逐渐地展现出来 那么 这三句话 对现在的我们 有什么启发 很多 时间关系 我们选重点说 第一个是 学的问题 无论是对 个人 家庭 组织 和社会 都有非常重要的 现实意义 特别是 小学和大学的区分 因为我们 传统习惯性的思维 把掌握了很多 知识的人 误以为他的道德水平 也很高 错了 今天读了 文语 我们才知道 即使你掌握了 很高深的 科学知识和技术 你是某个大学的教授 某个科研领域的 带头人 但是没有经过 道德修养的训练 对不起 再大的学问 也是小学 什么是大学 品德的修行 和实践 这个时代 我们不一定 非要严格按照 大学的三纲八目 来做 甚至不一定 按照儒家的 既定标准 但一定要有 道德方面的实践 和成长 否则一个人的人生 或者家庭 或者组织 甚至整个社会 就会出问题 很多年前 广州桂华港的一个 做假包的老板 口气很大 自以为聪明过人 手段高明 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 我也承认 他脑子聪明 口才了得 做生意的确有 高出常人 很多的眼光和魄力 但唯独没有 品德方面的修养 所以后来 一个打假就进去了 他们十年 再出来 跟不上 对一个组织呢 也是这样 这些年 因为没有 社会责任感 而倒下的企业 很常见 企业要挣钱不假 但不能为了 钱什么都不管 为了持续发展 企业必须要 重视自己的德行 实行王道的基础 是品德修养 只要品德修养 和功夫做好了 个人也好 组织也好 影响力自然就扩大出去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注意两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 就是要多和其他人交流 切磋 来帮助自己成长 不要顾不自封 人不值而不运 不一定要到最后阶段 这里也可以用 研究 争论 不要因为不同的意见 闹情绪 那不是君子的作风 第二个事情 是要通过全面的 严格考察 寻找自同道合的人 他们因为受到你的品德 影响而来 大家有互相信任的基础 将来可以互相成就 或者朝共同的目标努力 这就是实行王道的一项 重要资源 然后呢 无论你是怎样的人意道德 总有人和你霸自不合 说什么他都不明白 他也不相信 有可能还专门怼你 也不要有怨气 各凭造化 各受因果 君子坦荡荡 应该怎样 还是要怎样 这也是很重要的修行 综合起来 这三句话说的其实就是 如何从内圣 而外往 他丰富的含义 可以说几乎覆盖了 论语20篇大部分的内容 值得各位认真的思考 我个人 应该如何提升品德修养 我的企业 应该负起什么社会责任 我的组织 应该怎样以道德人意为基础 实行王道 要是各位都能从论语 引发这样的思考 我们的这个视频 才体现了真正的价值 好了 学俄篇第一章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期见